大家早安 現在是早上六點半 那我們現在在廚房做早餐 那我們有發現一個有趣的事情 我們來波蘭半年了 不知不覺 我們發現我們每天的伙食費 都還蠻少的 所以 我們就很意外 就想說來分享一下 我們一天三餐都吃什麼 那這樣加起來大概要花多少錢 通常我們早餐就會是這樣子 有三明治 三明治有麵包 起司還有小黃瓜 另外我們還加一些蔬果 今天我們吃的是小番茄 一個人大概台幣不到20塊 三明治是這種 單麵的 它不是兩片麵包加起來的 所以這也是跟台灣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吃完早餐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工作囉 我們工作到一半了 現在準備吃午餐 今天的午餐是 蘑菇湯 這個一大鍋湯 該可以吃十碗湯 然後裡面有薯菜喔 有一點點麵條 馬鈴薯 還有當然豬椒蘑菇 波蘭人會說吃湯而不是喝湯 因為波蘭的湯大部分都是這種料很多比較濃的 吃一碗湯就可以吃得很飽了 所以他們會用吃這個凍子 所以我們今天的午餐就會把這碗湯給吃完 我們算了一下它的成本大概是25塊錢左右 所以我們午餐25塊搞定 這裡面的蘑菇都是我們自己去森林裡面採的 是 因為在波蘭在蘑菇的季節下雨天之後 森林會長很多蘑菇 所以波蘭人很流行全家大小 一起到森林去採蘑菇 一種娛樂沒錯 我們吃完午餐囉 因為今天星期五 所以我們在工作一下下就可以下班囉 大概下午4點左右 我們會吃第二個午餐 今天猜得到嗎 會做蛋餅 這裡是農好餃子蛋餅皮 雖然是小麥做的 然後有些什麼起司 什麼韭菜 不是韭菜 青菜 還有雞蛋 我們要來吃第二頓午餐囉 菜色就是蛋餅加上沙拉 這樣加起來差不多是30塊台幣 今天我們賣了兩公斤草莓 這樣大概150台幣 那可以直接吃 或者我們來 今天好像會搭乘草莓牛奶 耶 以兩大杯 鹹大的草莓香蕉牛奶 這樣成本大概15台幣 好喝 有時候我午餐也會吃有肉的 那就大概長得這個樣子 豬排 雞排 甜菜跟蕎麥 都是波蘭的家常菜囉 我們準備來做晚餐囉 晚餐還是一定要吃蔬菜 所以今天我們選了四雞豆 這個是波蘭式的電鍋 差不多 我們晚餐習慣吃的比較簡單 像是一些蔬菜水果 還有簡單的三明治麵包 蔬菜一定要吃 今天就是一盤四雞豆 那這樣子一個人的預算 大概是20塊台幣 是這樣 吃健康的東西 讓生活更充實 這是我們另外一天的晚餐 你看主題是紅色的 我們有三明治 三明治上面是番茄 有蘿蔔 紅椒 然後起司 然後再撒一點胡椒 非常健康美味 以上就是我們在波蘭大概會吃的一些東西 那我們算了一下一天的伙食費 大概會落在100台幣左右 當然有時候多有時候會少啦 嗯 是 還有什麼你想知道 關於波蘭日常生活的東西呢 歡迎留言 我們下次見吧 早安 多久和 revis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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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中文字幕 李宗盛